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束燃煤发电 拜登政府再出手 5.67亿美元军事援助台湾 斯特兰蒂斯汽车召回 调低盈利预测 股价暴跌 石破茂意外当选 自民党内部判美日联盟 美国海军陆战队首次使用移动5G网络演习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近日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了以色列情报机构 是如何渗透真主党的过程 真相堪比007大片 以色列军方试图刺杀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 已经不是第一次 早在2006年 以色列就曾经三次试图刺杀他 其中一次空袭 是因为纳斯鲁拉离开现场而失败 还有两次都是因为无法穿透他 位于地下的钢筋混凝土加固层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这次行动军方锁定了纳斯鲁拉在贝鲁特南部一栋公寓楼深处的掩体 并投下多达80枚炸弹 摧毁了至少四栋建筑物 确保纳斯鲁拉这次无法生还 以色列的飞行员自信满满地说 我们将覆盖每一处每一个人 虽然以色列在和真主党的40年交锋中 没有完全占据上风 但最近局势明显发生大逆转 据以色列官员描述 这一转变很大程度上 要归功于以色列的情报部门 在过去两个月里取得的情报深度和精准程度 从今年7月 纳斯鲁拉的亲信舒克尔被暗杀开始 真主党内部出现裂缝 这也让以色列军方有了更多机会 进行定点清除 以色列的间谍和情报工作 是在2012年开始有所突破的 那一年 真主党的武装部队被部署到叙利亚 帮助阿萨德政权镇压反对派 以色列就开始借此机会采取各种间谍行动 对真主党跨境以后的部队进行深度渗透 包括安插以色列的特工 寻找潜在的叛逃者等等 华盛顿中东研究所计划主任斯利姆说 叙利亚是真主党扩张的开始 但这也削弱了他们的内部控制机制 为大规模的渗透打开了大门 一位前黎巴嫩高级政治人物在贝鲁特表示 以色列和美国情报部门对真主党的渗透 是他们支持阿萨德的代价 另外 常年的叙利亚的战争 因为涉及到多方势力 使真主党不得不和叙利亚 及俄罗斯的情报部门开始合作 无形中增加了以色列和美国渗透其中的机会 2006年 以色列情报部门进行大规模的调整 信号情报部队8200和军事情报局 开始专注于挖掘真主党的每一个细节 不仅关注他的军事部门 还关注他的政治野心 和伊朗革命卫队日益密切的联系 以及纳斯鲁拉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关系 这让以色列情报机构逐步绘制出了真主党的全貌 也促使以色列完全转变了对真主党的看法 以色列认为 真主党不是像藏在山洞里的本拉登那样的恐怖组织 而是一支恐怖军队 这种观念上的转变 迫使以色列像研究叙利亚军队一样 认为必须对他全面监控 通过这些年累计的大量数据 以色列情报部门逐渐找出了谁是负责人 谁在升职 谁可能会叛逃 以色列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小组 名为9900单位 这个小组编写演算法 筛选视觉图像 以找到最细微的变化 从而识别路边的简易爆炸装置 隧道上的通风口 或者是突然增设的混凝土加固层 另外 分析复告 是以色列常用的一个重要方式 尽管藏里的时间很短 但是这种复告 以真主党经常使用的烈士海报的形式出现 其中充斥着信息细节 包括战士来自哪个城镇 在哪里被杀 以及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的朋友圈 一旦真主党成员被系统识别出来 他的日常活动模式 就会被输入到一个庞大的信息数据库中 这些信息是从各种设备中获取的 可能包括他妻子的手机 智慧型汽车里程表和位置 据几位以色列官员说 这些资讯可以通过各种来源识别 例如头顶上飞过的无人机 甚至是碰巧路过的被黑客入侵的 闭露电视摄影机 或者电视遥控器 包括可以捕捉声音的麦克风等等 都使情报机构可以对这些目标人物 进行全天候的监控 内塔尼亚湖政府已经表示 不排除派遣地面部队进入黎巴嫩南部 清除真主党 据一位知情人士说 内塔尼亚湖在联合国发表演说前 就知道了暗杀纳斯鲁拉的行动 外界认为 这场较量的关键 真正的胜利 将取决于谁能在信息技术领域里 描绘出完整的情报图 即上周中共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政策组合权后 中国股市已经连续五天上涨到21.4% 是199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另外 有关部门宣布 会增加对国内迅速扩张的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行业的投资 包括科技行业和中小企业 中共政府几乎同时进行了对房地产市场的刺激 上海 广州 深圳 同时宣布放松住房限购政策 其中 广州全面解除限购 无论是否户籍为广州 不再审核购房资格 30号 北京宣布调检非经级家庭购房社保 或个税缴纳年限 周一 创业板值9月单月上升近38% 户值本月升幅达到17.39% 创2015年5月以来的最大单月升幅 深城值本月升幅达26.13% 创2007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升幅 日内 上证指数上升8% 深城值升10% 创业板值升15% 今天 全A成交额达到2.6万亿 东方财富等40多只股票全线升停 对此 业内人士和老股民对于风涨提出质疑 认为市场已经失去理智 甚至有人怀疑数据可能被操控 老股民陈旭认为 当前的经济大环境 不足以支撑股市的大幅上涨 现在企业裁员和倒闭现象频发 股市上涨显得非常不合常理 背后可能有人在操作市场 试图把小散户的资金套进去 有网友说 这次经济刺激 说白了就是用老百姓的钱来炒股 用8000亿做多股票 根本问题一点都没动 而且炒股主要是机构赚钱 散户喝汤 当前的股价随时都会崩盘 大盘指数退回3000乃至2700以下 大户肯定第一个跑 留下来接盘的就是喝到点汤的散户 刺激之后 经济会更加糟糕 这是拆东墙补西墙的亡羊补牢 最终只会让羊圈彻底倒塌 也有网友说 2015年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发动的人造牛市 目的是让之前遗留的劣质资产打包上市 由于上涨太快 结果弄巧成拙 导致场外融资清潮而出 最后崩盘 这次则是为了因为房地产下跌导致的地方财政枯竭 和银行的大量坏账 呆账 这种史上罕见的强制政策措施 股市市起来了 但能否形成趋势走牛 基本不成立 因为中国还房贷要30年 北欧4到5年 美国是8年 正常的房价收入比一般在1.8到6之间 现在中国的房价从高点只下跌了25% 房价收入比还是在20以上 另外 因为外资撤离等造成的高失业率 就凭这两大因素存在 中国是出不了牛市的 30号 英国正式成为全球第一个 停止燃煤发电的G7国家 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Unipur公司位于英格兰中部的燃煤电厂将被关闭 标志着英国长达140多年的燃煤发电史 画上句号 早在2015年 英国政府便宣布了逐步淘汰燃煤电厂的计划 作为它实现气候目标的更广泛战略之一 当时 大约三分之一的电力来自煤炭 然而 仅仅几年过后 2023年 煤炭在英国电力结构中的比重 已经降到不到百分之一 这一转变直接促进了 英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急剧减少 自1990年以来 英国的碳排放量已经减少了一半以上 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不仅是英国气候政策的胜利 更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一步 根据科学家的建议 为了实现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设定的 全球升温不超过1.5摄氏度的目标 化石燃料的使用必须大幅削减 正因为如此 英国不仅设定了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 还计划在2030年全面脱炭其电力产业 当然 转变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尤其是需要加快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以弥补煤电的空缺 能源行业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 约占总排放量的四分之三 因此 未来几年再生能源技术的创新和投资将变得至关重要 英国的这项决定跟其他机器国家的政策 形成鲜明的对比 尽管机器国家在今年的峰会上 同意逐步淘汰燃煤电厂 但是像德国和日本等仍然依赖煤炭的国家 仍有待观察 德国的电力中仍有四分之一来自煤炭 而日本的比例更高 达30% 29号 白宫宣布 美国总统拜登批准了一项价值5.6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给台湾 这项军援是从美国国防部的物资中拨款 用于台湾的防御物资 军事训练和教育 这次援助的具体内容没有公开详细说明 但是一名美国官员透露 这笔资金将用于台湾军队的武器储备 反装甲武器 防空系统 以及无人机等不对称战略的关键设备 援助金额是去年提供的3.45亿美元的将近两倍 显示出美国对台湾防卫支持的持续加强 此外 五角道楼还计划在明年一月前提供第三批对台军事援助 这次援助也是美国持续对抗中共对台威胁的举措之一 随着中共军队越过台海中线进入台湾空域的频率增加 这项军事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30号 最新的汽车召回消息中 斯特兰蒂斯正在召回15800多辆菲亚特汽车 主要是因为一个软件错误 可能导致正面安全气囊在碰撞中会过度展开 召回车行为2017年到2020年的菲亚特124 Spyder 经销商将免费为受影响的车辆更新安全气囊控制模组的软件 与此同时 通用汽车也正在召回大约18300多辆 2013到2019年间的雪佛兰Express Cutaway和GMC Savannah Cutaway型号的车 这次召回是由于刹车油泄漏的风险 相关召回通知预计在11月4号发出 此外 奔驰因发动机熄火问题 召回27100多辆2021到2023年款的S580和部分麦巴赫车型 据公司报告 这些车辆的发动机系统故障可能导致发动机过热或者熄火 从而增加撞车或火灾的风险 大部分召回通知将在11月发布 使用这些车型的观众请注意安全 斯特兰蒂斯还在周一大幅下调了全年盈利预测 这给全球汽车产业带来了新的震动 公司表示 由于全球汽车行业供应的增加和中国竞争的加剧 导致公司无法实现原定的双位数营运利润率 以及正向现金流目标 公司股价在欧洲市场重挫大约15% 在周一上午的交易中下跌两位数 另外 福特汽车和通用汽车的股价都有下跌 瑞银已经把对斯特兰蒂斯的买入评级置入审查中 认为这家公司的价值在过去三个多月 已经下跌了大约三分之一 数据供应商ACEA的数据显示 8月份欧洲汽车总销量年减近17% 大众汽车销量下降13% 梅塞德斯汽车销量下降10% 斯特兰蒂斯在8月的欧洲汽车销量下降29% 另外 英国豪华汽车制造商阿斯顿马丁周一也下调了展望 理由是中国市场疲软 管理层表示 供应链中断和中国需求的疲软 预计将影响2024年剩余时间的销售 近日 在选举日本新首相时 日本自民党的选择出乎外界意料 选择的是67岁的石破茂 这是一位和党内主流稍显距离的领导人 石破茂和他的家乡鸟曲县等农村地区 有着密切的联系 过去曾经担任农民水产大臣 在公众中也拥有较高人气 但是在自民党内的支持基础相对较弱 外界原本期待的是年轻的候选人 43岁的小泉晋次郎 或者是第一位女性首相高士早苗 会被选为领袖 石破茂过去还曾经担任过防卫大臣 是一名资深的国防政策专家 并且以诚实且尽责著称 他在过去的政治生涯中 一直强调美日同盟的重要性 特别是日本的国防政策 被视为是跟美国保持强硬军事合作的支持者 之前 石破茂的政策强调 日本安保条约是日本国防的基石 应该加强和美国的军事合作 来应对中共在亚洲的崛起 但是日本不能完全依赖美国 必须寻求在国际舞台上更独立的立场 努力推动日本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自主角色 经济方面 应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以缩小城市和农村的差距 因为日本过度集中在大都市圈 导致地方经济衰退 在面对共产中国等竞争对手时 要在贸易协定中谨慎处理 确保日本的核心经济利益不受损害 另外 应该大力推动产业竞争力和技术创新 包括人工智能 再生能源等技术研发 以确保日本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优势 只有通过创新 日本才能够保持经济增长 并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石破茂即将在10月1号 被国会指名为下一任日本首相 预计当天也会公布新内阁名单 日本媒体预测 外务大臣可能由前防卫大臣阎吴义出任 而自卫队方面 8月才和石破茂一起访问台湾的中古猿 预计担任防卫大臣 外界认为 他的当选虽然出乎意外 但是体现出自民党的内部 还是希望可以在未来继续美日同盟的愿望 在他的领导下 日本可能会更加依赖美国的军事力量 来维持亚太地区的安全 对抗中共 30号 美国海军研究所的网站报道 在8月份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加州29宗旅训练基地 进行了一次沙漠演习 指挥官首次通过5G通信网络 实时追踪海军陆战队的行动 这标志着海军陆战队首次在实验中 创建移动的5G网络 显示出它的战斗潜力 此次演习中 海军陆战队使用了两辆经过改装的5G基站车辆 创建了一个移动5G网络 并把数据及时传回到指挥中心 生成一个综合作战画面 让指挥官和控制员 能够实时了解部队的动态 提升了解整体战况的能力 这次测试被视为一次重要的技术实验 预计未来移动5G网络 将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训练和实战中的关键基础设施 海军陆战队训练和教育指挥部 正致力于推进这项技术 并计划把移动5G网络扩展到更多的训练基地 以支持美国军队在现代作战的环境中 符合多方联合作战的需求 训练基地的马龙忠孝说 陆战队可以使用5G网络来模拟很多人 而实际上那个地区并没有很多人 技术需要购买更多的可以灵活移动的数据塔 而技术成本已经大幅下降 部分原因是使用了以前的技术 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修改 训练司令部的作战规划师斯皮尔斯少校表示 海军陆战队其他军事力量和船只 可能会加入5G训练企业网络 以提供更大的战场 计划明年初在日本冲绳推出这个网络 驻扎在冲绳的第12海军陆战队 将能够和第7舰队一起训练 并进行联合军演 还可以让美国本土的部队 在海外部署前参加远程虚拟训练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财经会演时政新闻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